三七的功效与作用 吃法 服务医生 特药专家 王小平 陕西省中医医院 药剂科 副主任药师 三七为五家科植物 三七的干燥 根和根茎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精不患 主产地在中国的云南文山地区 胃肝 性温 微苦 三七需打成粉服用 更加利于吸收 三七粉有生熟之分 自古就有生打熟虎之说 主要是指三七的功效上的区别 吃法不同 它的功效也不同 生是指生用三七粉 打是指生三七粉的功效是 止血活血 散于消肿 强心病痛 熟是指熟用三七粉 补是指熟三七粉的功效是 补血 离血 补益健身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生三三七的主要功效是 生三七的主要功效是 止血化瘀 用以治疗跌打瘀血 外伤出血 产后血晕 吐血等症状 可以溶解血栓 治疗冠心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等心脑血管疾病 熟三七的主要功效是 补血 离血 养血 补气 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用以身体虚弱 食欲不振 神经衰弱 过度虚劳 失血 停血等 熟三七粉 对手术后的患者和女性 痛经等妇科病有很好的效果 长期服用 可淡斑养颜 是女性非常好的保健家庭 三七粉 一般保健服用 每天三克 治疗服用 每天九克 温开睡冲服即可